- 哈嘍,這裡是賣花城的車庫 過去都跟大家聊很多車子的這些新舊的事情 那今天我針對這個 Cheflet的COVE 他即將在10月2號發表新款的這個CA的Converable 那在之前我們都已經談過有關於這個新的這個COVE 引起各方話題,為什麼呢? 主要他有一個特色就是這次採用了中置引擎的設計 那我也請了在這個汽車工業界算是有相當經驗的這個Charge 今天來跟我們聊一下這個車子 嗨,夏吉你好 嗨,你好,麥浩澤 很高興喔,我們是老朋友了 那我也知道說你對於這個汽車這個設計部分 尤其工業是他採用的一些性能啊,機械部分 你也頗有研究啦,來跟我們聊這個車子吧 不敢不敢 這台車基本上 我覺得會在美國的COVE的歷史上留下一個新的紀錄啊 因為這台車基本上 他設計概念完全跟以前的COVE是徹底的不一樣 很多人看到他這台車的第一直覺就會覺得他很像一台巴拉利 確實他的Layout也看起來就像一台巴拉利 你看中置引擎後輪驅動 跟以前傳統COVE的那種Muscle Car一定是前置引擎後輪驅動的那種既定概念完全不一樣 那為什麼我說這台車會在COVE的歷史上留下紀錄呢 是因為這台車其實 其實他的車身現在是全鋁合金製造 那我必須講以美國車來講 可能是一個蠻輕蠻大膽的一個設計吧 而且他在整個造型跟配置上跟動力上其實都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保有很多美國車的特色 因為你看像這個VIA Engine 6.2 升的引擎 這個我覺得就是很典型 他保留下來的這個美國Muscle Car的特色 那車尾呢 他故意留了一個你看歐洲這種跑車都不會有的行李箱 你看他多留了一小節 然後可以讓你放一組全套的那個高爾夫球球具進去 那這個在歐洲跑車上你一定看不到 因為他會覺得這是多餘的 可是他等於就是為了適合美國人的生活 所以他故意把車尾這一節加長了 然後讓他這邊後面還保有一個印象 我們印象中看得到保時捷、法拉利 大概就只有前面那個小型印象了 不可能放得下所有的高爾夫球球具 但是這個不足以讓他成為在歷史地位上 留下一個很重要歷史印記的地方 重點還是在他的車身 你要仔細看這次新的Covett呢 你會發現這一次Covett的這個鋁合金車身呢 真的是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沒有考慮什麼廠峰 沒有考慮所謂硬頂 就是以廠峰為基礎 就是Taga的方式去設計這車身 他設計得很漂亮 我個人覺得最震撼的其實也是這個車身 因為這個車身 女的金車身 他做的真的相當不錯 前後Double-Wishpone的懸吊 然後 這樣子配置下來 其實他整個Layout 我個人覺得他就跟一台巴哈利沒什麼差 我必須很誠實地這樣講 我個人覺得他就是一台美國版的巴哈利 而他性能其實也一點不足巴哈利 只是他沒有用上網路人增壓 或是比較fancy的一些東西 可是你看他光靠他6.2L的動力 一樣可以產生很好的結果 你看0到60mine大概3秒內 那極速逼近200mine 聽說現在已經有跑197還198mine 這相當驚人的速度 事實上我這邊有一些數據 好像在前幾天他們在德國Pietenburg 這邊有做一個測試 極速是測出來的194 也就相當於公製的話是312公里 很快 非常快 那翹起我問你一下 剛剛你提了好幾次這個 那個關於說Ferrari Ferrari的東西 那不否認啊 在口背這個美國精神號來講 當然一直很希望說能夠跟歐洲跑車分庭抗禮啊 不過呢 這一次他做了這麼大的改變 尤其我們最訝異是說 他從傳統傳統 1950年代的那時候F2的設計 一口氣現在變成了M2的設計 那你覺得在這方面的話 真的可以拉近他們跟所謂Ferrari 這些超級跑車的距離嗎 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所有怎麼講 這個東西跟生物一樣 當你一個生物最佳化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結構基本上都很像 就像豹跟獅子 它的體型跟整個骨架結構都是很像 同樣的超級跑車 當你今天一定要追求所謂的極限性能 你知道嗎 它的很多基本架構會是非常像 所以你可以在它的自己的網頁上 特別他也強調這一點 就是有些照片就是只有四個輪胎放在角落 一剛駕駛跟一個引擎的照片 他也就在告訴車主說 這種東西的配置其實是 如果今天要追求極限過彎性能的 或者是各種操控方面性能的最佳化的設計的話 其實是會像這樣的配置 那所以照你這樣講 MR真的也就是所謂這個口碑 追求歐洲超跑那種等級的 算是說最後一塊拼圖嗎 我個人覺得是啦 因為之前的那麼大的引擎的FR 並不是不好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要追求極限的彎道性能的時候 它的Layout最佳化真的會是MR 這個我想應該是無庸置疑啦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看F1賽車或什麼 就是這樣子下 它的過彎速度就是比NASCAR之類的 這種FR的車子快 因為它的重心全部集中在四個分子的最中央 所以它可以產生最好的操控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定跑不掉了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這一次所謂的CL就是第八代車型 很可能會是他們歷史上最強一個COVA 甚至可以說有個很大幅度的超越嗎 我覺得會有非常大幅度的超越 等到開始上市以後 慢慢一定會有一堆YouTuber 或者是一些玩家 開始在玩這個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確實會好很多 以前COVA我覺得個人在網路上常常看到一堆影片 就是它有超大的馬力 它是Muscle Car沒錯 可是正因為它有超大的馬力 所以它FR的時候很容易在急加速的時候 後輪才能失控 因為後輪沒有足夠的重量才能抓地力 那如果你又沒有把重心轉移的動作做好 後輪就常常會失控冰掉 可是如果你在MR的狀態下的時候 一顆很重的引擎就在後頭前方壓的 它本身後輪起步加速的時候 它後輪本身就會有比較充足的架 那個抓地力 因為它有很重的中輪壓在上面 所以它基本上 不管是在起步加速或過彎 它本來就會前面期待有個更好的操控性能 你這樣說沒有錯啦 那在這方面的話 最近的有關於的媒體 還有各方面車迷的討論其實非常熱烈啦 這最大熱烈就剛剛講的 所謂這個MR的配置問題 因為對一些老車迷來講 我剛才提過這車子是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的 突然之間從FR變成MR 先別說這光配重這個部分 光是這次造型 老實講就有很多美國車迷不滿 因為實在太像歐洲保證 對 他們都在說 為什麼要把這樣一個車子取名叫COVE 他們為什麼不乾脆就保留COVE另外再搞一個車子出來 你覺得呢 這個車子的外型會影響這麼大 這個我也蠻贊同的 這一點我也蠻贊同的 因為如果他當初故意重新創一個車系 好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突兀 我不會覺得突兀 我反而覺得他可以在這個所謂車輛文化中 故意保留COVE這個FR的精神 對 就是說這個名詞就代表是FR 可是這個就要問GN了 這我不知道他們到底的商業考量在哪 但是他們確實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我第一次之前在網路上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哇天哪 這真的是把以前COVE徹底一刀切斷了 真的真的 真的是這樣切斷 可是我個人覺得 也許他們有他們的商業考量 他們可能覺得說 他希望COVE是代表他們車性裡面的一個 最先進最高性能的代表 或者是怎麼樣 而不是想要保留他 車迷心目中想要的所謂FR的這個 象徵或怎麼樣 這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蠻認同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看到 我也有這個想法 你都已經花這麼大精神去整個革新了 你為什麼不直接把整個 重新翻新嘛 對 你就已經徹底是 徹底革新 你就不要叫COVE 你隨便 重新命名一個很好的車系名 也很好 可能叫Cheflet GTR 也可以啊不錯啊 聽起來也是挺好的啊 欸 恰覺我還有一個問題問你齁 剛剛你講到的徹頭徹尾的一個大改革齁 我也發覺到最近呢 超級跑車有一個 很吊詭的一個趨勢出現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 手排好像都不太 受到歡迎是不是 已經幾乎不見 像這次COVE 他們直接就用所謂的八速的這個 Dual Clutch 這個Transmission 取代傳統手排 這是不是也跟所謂的科技有關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考量呢 兩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你講的 確實現在所謂八速的雙離合器 四排變速箱 其實真的很進步 也就是說 現在其實舊車迷中 一直有這個真正就是說 傳統手排到底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那如果我以技術的方面來講的話 傳統手排其實並沒有存在的必要 除了它可以提供駕駛者啊 比較個人 就是個人感覺上比較好的那種駕駛樂趣 就是感覺有那種原車合約駕駛樂趣之外 其實它在操控上 速度上耐久上 都未必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這一點是我個人覺得 它沒有採用傳統手排 非常是蠻重疑 第二個是 COVEX其實也 COVEX採用這個傳統 沒有採用傳統手排的時候 TRABLA好像也有說過 跟媒體說過類似的 但我也非常認同這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它的車身 因為它這一次 我剛剛一開頭也講過 它車身駕駛車身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硬頂上面的那兩根骨頭 對 就是它沒有把車窗框跟後半車身 直接串起來 它一開始就是設計成TAGA那個樣子 中間也是我們講的TURNLE 就是中間的車身 兩個人中間凸起的那個TURNLE 它就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鍵 而如果我變成手排變速箱的時候 我必須在這個結構鍵上面開動 讓手排桿還有連桿要出來 這會導致這個TURNLE的結構強度降低 這是合理的 這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後輪驅動 對 所以它必須從中間挖洞 把中間那個TURNLE破壞掉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合理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剛剛前面已經講 因為變速箱其實已經進步到一個程度 他們真的不覺得需要為這個東西 特別再去開發一個專用的 MR用的手排變速箱 因為以前前面7代會用手排變速箱 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 其實那個手排變速箱 有可能有機會是跟很多Pickup共用 那種大扭力的那個Pickup FR 它的變速箱很多手排變速箱 所以它可以流用很多這種線程 它不需要重新開發一顆 使用成本相對低很多 開發成本相對低很多 那你重新開發一個全新的MR變速箱 其實是非常不划算 尤其在Covet 其實它的銷量真的是很少的狀況下 對沒錯 相較於Pickup來比的話 它的開發成本實在太高 我開發一個全新的 但是卻不能用在大量的車這種上 真的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 對那我要跟你這個聊這個 有關於成本考量這個東西 很有趣就是說 這次呢 Cheflet等於是把這個Covet 徹頭徹尾的翻新 不過他們最有最有誠意的部分 就是說把售價呢還是壓在 非常的平易進能程度 59,900居然就可以弄到一台MR的超跑 你說這實在太瘋狂了吧 這我也覺得很瘋狂 這次我也覺得這真的是誠意十足 但是它可能面臨的唯一缺點就是 它也不是缺點吧 我覺得也是一開始就想 它並沒有打算把它推到AUTO去吧 對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以它現在性能 就是以它這顆6.2升 配上這個鋁合金車架的車重 我覺得要過Euro 6真的有點難 哦廢棄排放 這是我純粹個人的看法 因為你看現在 歐洲真的down sizing用增壓 用到已經是 不知道怎麼辦呢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後面的油耗真的是 越來越嚴了 對 那你像這種大排輛車 我現在還不知道這台到底能夠過Euro 6 但是如果它要過Euro 6的話 我覺得它一定會有所謂氣缸修子功能 也就是說它在某些法規的那個 跑的過程中 它會有某幾缸是不作動的 它才有可能過 否則的話 它照原本的每一缸都點燃的狀況下 以它這麼大排氣量 這麼輕的車重 我個人覺得它要過Euro 6似乎有點難 那再問一下既然已經提到歐洲了 亞洲部分你覺得呢 是不是還有機會可以弄到亞洲去 包括台灣市場 讓大家可以批判一下看一下 這樣子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難 你最了解了 這台我覺得真的 你要過台灣的法規真的太難 除非就是故意嚴格掉幾個張吧 Oh my 太可惜了 這麼好的東西 這台車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這個車先天在台灣就是一個原準 就是排氣量非常大 所以它這個光每年的排到水燃料水 大概就會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倒是 但是呢 我相信愛人還是會想盡辦法把它弄進去 因為我個人覺得它的性能絕對不會 不管是加速性能 超動性能 絕對不會輸給法拉利 聽起來實在太多 因為我現在看到Leo 我真的不覺得它會輸給法拉利 嗯 我相信他們也做相當多的測試啊 包括他們現在測試是放在德國 裡面一路在測試 相信結果是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我也很期待 10月2號 他們要推出這個Converbal的版本 可能到時候也 又會再掀起一場這種市場的那個 炒作的風波吧 欸Charlie謝謝你啊 今天很高興跟你聊這個東西 我覺得說以後我們再多多聊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肚子裡面有一大堆的東西 可以挖出來讓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盡量盡量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囉 謝謝你好 謝謝 不會謝謝 掰掰